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般酒席8點入席 但5點開始 廚房已經忙到騰騰 酒席不少得的乳豬 切了皮下最亂的部分 其餘通通都不要 炸豉雞要斬頭斬尾 肉質較鞋的雞胸都不要 上碟的時候又少了三分之一 已經放了60為酒席 最後用剩、食剩的廚餘 填滿了兩個大垃圾桶 來自飲食業、街市等工商業廚餘 每日都有接近1,000公噸 我們試過最高紀錄 在一晚在一間酒店 收15個桶 我們身後這些廚餘桶回來 約莫就是重量2噸 六星口酒店 他要供應一個最好的食材 給人家 他會選擇 譬如一個芥蘭 他會選擇最嫩的頭出來 所剩下的菜葉、框 他就不要了 變為那些是一個廚餘 我們會收回它 黃旭俊本來是學校飯和供應商 當時他見到每日都有大量廚餘 覺得廚餘回收大有作為 兩年前他就投資了2,000萬 在夏白麗的回收場 回收廚餘生產資料 我們主要的廚餘都是來自酒店的 譬如收回來的那些 好像很明遠 最常見的食陶菲的蠔殼 可鮮店的貝殼類 譬如酒店的殼 很明顯的檸檬皮 處於經過10小時的空焗過程之後 會被磨成粉狀 這個我們稱之為基礎料 是各種動物飼料的原材料 包括魚、雞、豬 主要我們的產品 都會偏向做魚糧為主 政府計劃在小豪灣和沙嶺 興建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每日分別可以處理 200和300公噸的廚餘 但最快要2015年 才可以落成第一期 2008年 環保署在九龍灣廢物回收中心 設立廚餘試驗處理設施 憲工商業界收集廚餘 但每日的處理量只有4噸 全部都是用來堆肥 黃玉俊的回收場 每日可以處理十多公噸的廚餘 而每個月平均都有一兩間公司 加入它的回收行列 最近有新加入了一間 綿爽麵包店 這間麵包公司 就讓我們回收 那間吃剩的麵包 這些是昨天吃剩的 這間公司就剛剛開始加入 數量就會越來越多 對 每日我們收回這些東西 六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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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桶這麽大桶 對 超快的 那如果你拿去堆田 更加快 是吧 起碼叫做它現在 還有它那個價值 就可以給魚去吃 不過不是給人類去吃 食市交廚餘給黃玉俊的回收公司 他們會每個月按按收幾千元起 作為服務費 但黃玉俊說 他公司有一半的生意 都是屬於自動賺上滿藥 他做廚餘回收已經8年 下午虧足七年 今年終於開始有盈餘了 雖然政府一點的推動都沒有 但是其實在民間 和那些公司來講 其實都是自發性 有很多都是找這些注意回收商 風氣又好了 如果今天只有兩張單 我可能只有三隻雞 有一隻雞做預備 只剩下一隻雞 沒人叫 就買了宵夜 那些伙計吃了 因為留不到 楊衛省在80年代加入飲食業 後來更加開始經營酒樓 他說廚餘回收商都曾經向他招手 但始終都不成功 有很多回收的公司 其實想發展一下中式飲食業這一番 但是都感覺到 因為全香港的日式也好 月式也好 泰式也好 他們都碰到這個問題 是串金赤土 不夠地方用 他說因為不同的食物酸減度不一樣 回收商要求他把廚餘分類 但要多擺幾個廚餘回收桶 他覺得很困難 如果你再擺到垃圾桶 擺幾個廚餘擺到 我們頭都行 擺後樓梯是犯規的 飲食業給一間工廠還要複雜 一麻煩的話 廚師不一定跟你做 一不做 分樓的意義就沒有用了 近年色彩價格不斷攀升 因為聖華酒樓都會勿盡其用 盡量減少浪費 西蘭花有個框很長的 我們就切了一半 平時是扔的 框就切了一半 我們就切粒粒 用來炒飯 成本的考慮 令到很多機構不願意支持回收 這個私人屋苑 就是透過折省成本 吸引到更多的住戶參與 我們這個屋苑是比較特別的 我們賭家居垃圾 是要自己把垃圾 運到我們拔灣的轉運站 是要收費的 而因為家居的廚餘 佔了屋苑的垃圾 有三分之一 位於馬灣的那個屋苑 在2056年引入廚餘戶修計劃 由我們最初開始推行的時候 我們平均每戶 就是每個月 就要給4個6 去做這個運費 那現在就下降到大概4個1左右 剛剛開始的時候 只有幾十個住戶參加 到現在已經增加去百百火 陳太是在2010年的時候加入的 即現在我掛皮 蛋殼 菜頭 那些瓜皮 甚至乎那些 就是這個番茄的丁 那些都可以拿去廚餘的 他煮完一頓飯 就會將廚餘交到樓下的管理署 即便不需要在家裏做到這麼大 那些氣味 那就是你不可以 盡量不可以流到隔夜 管理署每日收窄200公斤的廚餘 經過廚餘機的處理之後 部分會花成水 廚餘會修計劃大約有一成半的住戶參與 他們希望可以進一步提升參加率 其實我們都向政府環保自然基金申請撥款 我們將會租用第三部廚餘機 政府在2001年首次在沙田15個屋邨屋苑 施行電動堆肥機試驗計劃 但當時的參與率就不夠百分之四 2003年推行的乾濕廢物分類試驗計劃 因為遇上沙士已不了了之 2006年政府又在全港10個區挑選了20個屋苑 推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試驗計劃 但試驗期不夠3個月 計劃就終止了 去年政府推出屋苑廚餘循環再造項目 第一階段有11個屋苑申請資助安中廚餘機 預計今年內會開展廚餘回收 在這方面香港就被台灣落後 台灣在2006年已經開始實施強制垃圾分類與廚餘回收 現在經營一個環保工作坊的陳佩晶 在十幾年前跟隨環保團體去到台灣交流 學習章食物在家堆肥 回香港後她曾經嘗試推廣但卻不成功 因為大家都覺得我又沒有種東西 我做了些堆肥出來做什麼呢 而且在做堆肥的過程時都會有些厭惡的味道 和會有些小生物 所以很不成功 堆肥不行 陳佩晶就再試用剩菜果皮等等 未煮過的廚餘來做環保烤素 介紹給朋友之後就開始受歡迎了 現在這一瓶是檸檬皮來的 因為做完紫薑的檸檬皮 這一瓶就是買了蜜瓜回來 好像正在吃剩皮 用來做了它 用來做了它 用來浪費了它 其實用處都是一樣的 你有沒有估計過你家做多少瓶 二三十瓶 我想差不多了 陳佩晶說環保烤素可以在生活上廣泛使用 例如可以當肥料、除蟲劑、清潔劑等等 這一瓶已經浸了三個月 我們會把它加入洗潔精裏 加完洗潔精之後 我們還要加點水 然後我們把它搖勻 令到洗潔精和我們的烤素和水混合了 就可以像平時的清潔營一樣 陳佩晶回想起在台灣的時候 招待他的家庭很認真地做家居垃圾分類 他認為香港都可以做到 但就差一些推動力 他不是因為要收你錢 可以啦 隨便啦 可能你做得很煩 東西又濕滴滴 又要分開 於是沒有壓力的時候 你會選擇 算啦 看不到了 不如還是扔回那裡去 垃圾收費這條條例 其實早在廖首東的年代 可能2005年其實說 會是諮詢去推行 2009年就正式推行 但去到現在2012年 都還是剛剛才諮詢完 其實還未真正去推行這條白例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真的不要得過拖折 新任環警局局長黃錦昇說 政府未來兩三年的目標是源頭減費 短期內會向立法會提出垃圾徵費方案 亦都會針對回收率偏低的廚餘 推行大型回收運動 但細節就還未公佈 最終可不可以動員到公眾參與廚餘回收 就仍然是個疑問 MING PA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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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